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这个设计 就是A乘以A的伴随 等于A的伴随乘以A等于A的行列式乘以E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在A的行列式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找到这个求逆的方法 A的逆就等于什么 A的逆就等于A的行列式分之 A的伴随 是不是 那么下面我们要对这个式子做一个变形 A的伴随等于什么 A的伴随等于A的行列式乘以A逆 A的伴随等于A的行列式乘以A逆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什么伴随 我就把这个A换成谁 比如说要A逆的伴随 我就把这个A换成A逆 那么你看啊 A逆的伴随等于什么 就是A逆的行列式乘以A逆的逆啊 A逆的行列式是不是A的行列倒过来 A逆的逆呢就是A是不是啊 所以啊伴随的逆 逆的伴随我们马上就退出来了 然后伴随的逆呢 那么你是不是就把它逆下就可以了 他逆下就是他逆下是不是啊 A逆在逆是A本身 A的逆还记得吧 是k分之一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 number的A的逆是number的分之一 所以A的行列是分之A 就是它 然后你要A的伴随的伴随 那我怎么做呢 你就把A换成A的伴随 那么就出来了伴随的行列是乘以伴随的逆 是不是啊 我们就有了啊 啊 那么伴随的行列是有公式吗 有的 我们在这里啊 很快可以推倒一个公式出来 就是伴随的行列是等于多少啊 在A的行列是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两边取行列是 就是A的行列是乘以A的伴随的行列是 就等于A的行列是乘以1 它的行列是是不是啊 你这样看啊 我再给你推一下 A乘以A的伴随呀 不是等于A的行列是乘以1的吗 那我两边取行列是好吧 那我就得到什么 我就得到A的行列是乘以伴随的行列是 就等于A的行列是乘以1 它的行列是是不是啊 A的行列是乘以1 它的行列是 是不是A的行列是的n次方啊 因为1你一定要想 它是一个n界的单位举阵 A的行列是个数嘛 然后你乘以1以后 不是地角性呢 都是A的行列是A的行列 A的行列这个数是不是啊 然后就变成A的行列是n次方 对啊 这是个数啊 你想它叫k k1的行列是不就k的n次方 乘以1的行列是吗 它就是1是不是啊 就是1 那么这样一来 如果A的行列不等于0啊 那么伴随的行列是 就是A的行列是n减一次方 伴随的行列是 就是A的行列是n减一次方 这个前提是A的行列怎么样呢 不等于0 这样一来我们就 把这个伴随的行列是 也得了一个公式啊 伴随的行列是 A的行列是n减一次方 n减一次方 好了 再来我们把伴随的伴随 你把这个A啊 换成A的伴随啊 把这个A换成A的伴随 那么就是伴随的行列是 乘以伴随的利嘛 伴随的行列是 A的行列是n减一次吧 伴随的利是A的行列分之a嘛 消掉一个 就是行列是n减二次方来了 这个具体的推导过程 就是这样的啊 A利等于行列是分之伴随 我们就有伴随等于行列是n减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呢 你看 ni的伴随 就是把这个A换成A利啊 把这个A换成A利啊 A换成A利 A换成A利 A利的行列是A等于倒过来 是不是啊 逆再逆 那就是A 然后伴随的逆呢 伴随的逆 你就把这个A换成什么 你把这个A换成A的伴随就行了 啊 就就就把这个 就直接逆就行了啊 直接逆 直接逆 直接逆不就他逆吗 他逆啊 他逆的话 我们有个公式是这样的 你记得吧 叫number的A 他的逆等于 number的分之一A利啊 啊 然后这个A的行列是个数 你把它倒过来啊 逆再逆是A本身的 是不是啊 啊 所以伴随的逆 和逆的伴随是一样的 都是A的行列式分之A 那么伴随的伴随呢 伴随的伴随 就是把这个A换成A的伴随啊 那就是伴随的行列 剩下伴随的逆啊 伴随的行列式 A的行列 N减二次方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刚才推出来的啊 那么伴随的逆 就是A的行列分之A 这个A的行列式消掉一个 那就是A的行列 N减二次方乘以A 这个公式不要可以去记啊 但是这个我建议你记住 请同学们自己回去推一下 回去推啊 回去推一下 A B的伴随 等于什么 如果A B都是可逆的 请你回去推一下 A B的伴随 等于什么 你就把这个A换成A B啊 A B的行列式 A B的逆 不都有公式吗 自己推一推 它的答案是B的伴随 乘以A的伴随 不要去记 推就行了啊 再来看第二个 叫你证明 刚才我们是不是说伴随的行列式 就是A的行列 N减一次方 这是一个清理条件 A的行列不等于0 实际上这个式子 对于A的行列等于0 也成立的 如果A的行列等于0 它的冲要条件就是 伴随的行列式呢 也等于0 我们来证明这个第二个小问 A的行列式等于0的冲要条件是 伴随的行列式 也等于0 那么这个题目呢 我想请同学们 好好来体验一下 这个体会一下 这个反正法 在现在的方向应用 我现在已知什么呢 已知A的行列等于0 我要证明 伴随的行列也等于0 反正 如果伴随的行列式不等于0 那么伴随的行列式不等于0 就可逆的了 A称也A的伴随 等于A的伴随 等于A的伴随 等于A的行列称也A 等于A的行列称也E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告诉你的前提小见 A的行列不等于0的吗 这个是不是就是0举证 因为A的伴随可逆 我左右称A的伴随的逆 又称A的伴随的逆 那么就是A称上A的伴随 称上A的伴随的逆 等于0称上伴随的逆 这两个消掉变成E了 那我就得到A是什么矩阵 A是0矩阵 A是0矩阵 那么A的伴随 是不是也是0矩阵 为什么 因为伴随是里面的元素 是不是代数一次是 里面的元素都是0 它每一个元素的代数 是不是都是0 那么伴随就是0矩阵 但是根据你的反正 伴随的行列是你假定的 是不是不等于0的 那这就矛盾了 那就矛盾了 伴随的行列是不等于0 就矛盾了 是不是矛盾了 反过来 反过来 假如说伴随的行列是等于0 已经知道A的伴随的行列等于0 我要去证明A的行列是也等于0 还是采取反正法 如果A的行列不等于0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推导 伴随的行列 是不是A的行列 N减一次方是不是也不等于0 矛盾了 所以 A的行列是等于0的冲要条件 就是伴随的行列是也等于0 也等于0 所以这样一来 伴随的行列是等于A的行列 N减一次方这个式子永远都是对的 无论A的行列是不等于0 还是等于0 都对 都对 所以这样一来 伴随的行列是永远都等于A的行列 N减一次方 A的行列是不等于0 是对的 等于0也是对的 但是等于0是退导要麻烦你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的证明 那以后同学们把这个阶段记住就OK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伴随举阵全部的都罗列一遍 假如说A是N结方正A的伴随举阵 我们就有如下的这样一些性质 第一个 A的伴随的行列是A的行列 N减一次方 这个我们刚才证过的 第二个 KA的伴随等于K的N减一次方 乘A的伴随 怎么来的呢 刚才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式子 A的伴随等于什么 伴随是不是行列式乘以A尼啊 我现在只证明A可尼的一种情形啊 那么KA的伴随你怎么看 KA的伴随 就是KA的行列式 乘以KA的尼是不是啊 KA的伴随 是不是K的N字方 乘以A的伴随是不是啊 KA的尼 是不是K分之一尼 你把它消掉一个 就是K的N减一次方 A的行列式乘以A尼是多少 A的伴随嘛 所以KA的伴随啊 是K的N减一次方乘以A的伴随 我现在只是证明了A可尼的信心 请你自己回去用定义去证明一下 就是A不可尼 这个式子还是成立的 想一想为什么 就要想一想KA 想一想KA 就是A的伴随和KA的伴随 它们之间是个什么 关系 第三个 伴随的转制和转制的伴随是一样的 这个怎么证呢 你就这样想 你把它做转制 你自己证了把它做转制 和把这个A换成A的转制 再做伴随是不是啊 你证明它们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性的就是 转制的逆和逆的转制一样 所以我们就导致 伴随的转制和转制的伴随是一样的 第四个 伴随的逆和逆的伴随是一样的 都等于A的行列分成A 是不是啊 假如说A是可逆的 这个我们刚才是不是证过了 还有就是A如果是可逆的话 伴随的伴随 就是A的行列是N仅二次方乘A 是不是啊 这是刚才证过的啊 当N等于二的时候 我们前面也写过了 伴随再伴随是不是就回来了 伴随再伴随回来了 还有就是 如果AB都是可逆矩论的话 AB的伴随是等于B的伴随 所以称也A的伴随的 我还说叫你自己回去练习 是不是啊 自己回去练习一下 这是关于伴随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题 这个A啊 是一二零零零三四零零 C一C二五六 C三C四七八 请你去求 Need伴随 伴随的伴随 这个就是叫你去回忆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伴随 一些性质里面的公式啊 Need伴随和伴随是一样的 记不记得刚才是多少 Need伴随 A的行列式分之A 大家看看是不是去求一下 它的行列式就行了 这个行列式好求的啊 因为你这样想 这个A的行列式是个什么情况 不就这个行列式吗 看到没有 这一块都是零 这是方的 这是方的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拉布拉斯公式 是不是很快可以把A的行列式 请出来 那么伴随的伴随等什么呢 伴随的伴随 是A的行列式的 N仅二次方乘A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题目里面 N是几 N是不是4啊 所以这个就是A的行列式的 平方乘A嘛 那你把行列式的平方算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归结为求A的行列式就可以了 好 请看 A的行列式是几呢 拉布拉斯公式 这个是4-6-2 这个是40-42-2 4-4 A的行列是4 N的伴随就是行列式分之A 就是四分之A 你把这个四分之A乘进去就可以了 四分之A乘进去 就这样算出来的 伴随的伴随呢 是A的行列式的N仅二次方乘A N是不是4啊 4 所以这个是4 就是A的行列式的平方乘A A的行列式几呢 4,4,4,6,4 16A 16A 所以伴随的伴随 等于16A 等于16A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例8 假如说这个A是一个三阶的方针 A的行列式等于二分之一 叫你求2A的利 减2A的伴随 它的行列式是多少 那么这个是一个求抽象矩阵的行列式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得 A加B的行列式是没有公式的 不是A的行列加B的行列式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先去做矩阵运算 做矩阵运算 那么2A的利是不是一个公式 是二分之一的利 那么2A的伴随 K的伴随是不是K的N解一四方乘以A的伴随 然后伴随和利这两个矩阵 是不是可以合并成一个矩阵 要不都合并成伴随 要不都合并成利 因为利等于行列式分之伴随 伴随等于行列式乘以利 然后我们就转变成 某一个数乘上A的行列式 或者某一个数乘上A的伴随的行列式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先来做矩阵运算 2A的利减2A的伴随 2A的利是2分之1A的 2A的伴随 是不是2的N减一次方乘以A的伴随 N是什么 然后呢 这个就变成2分之1A的利 这是减去四倍的伴随 那么现在我这个地方是把它画成了伴随了 利等于什么 利等于行列式分之伴随 利等于行列式分之伴随 那么行列式是2分之1 倒过来是不是2 2分之1乘2 实际上就是1倍的伴随 减4倍的伴随 是不是负3倍的伴随 当然 我刚才是画成了伴随的 你也可以把它画成利 2A的利减2A的伴随 就是2分之1N减去四倍的伴随 伴随等于什么 伴随是不是等于行列式乘利 而伴随的行列式乘利 那就是2分之1乘利 那就是2分之1减2倍的 就是负2分之3倍的这个利 然后我们求这个行列式 这个行列式的话 那要不就是负3倍A的伴随的行列式 要不就是负2分之3倍A的行列式 负3倍的 这个A的伴随的行列式 这个负3 注意这个伴随是三件的 这个负3拿出来是不是要三次方 三次方 伴随的行列式是A的行列式的N减一次方 它就是4分之1是不是 负的4分之27 或者你把它转变成利 负2分之3A利 这个负2分之3把它拿出来是不是三次方 A利的行列式 这个就是负的4分之27 负的4分之27 这个是考察了这个利和伴随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概率性的问题 像这个现行在书里面的很多同学 刚刚从这个中学过渡到大学的现行在书 很多东西都不太适应 那像这样一些概率性的问题 感觉到相当的难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理解 如果ABC是同阶方程 而且A是可逆的 问你下列结论成立吗 我想请同学们注意一个问题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 A乘以B等于邻居症 我们推不出A是邻居症 或者B是邻居症 是不是 那么我也说过AB等于AC 就是A不等于 我也推不出B等于C 现在我加了个什么条件呢 我加了一个A可逆这个条件 如果AB等于AC 能不能推出B等于C 它是不是讲了A的逆是存在的 A逆存在 我们左层A逆 A逆有异样 两边左层A逆 我就得到A逆AB等于什么 等于A逆AC 是不是 这个A逆和A是不是就小掉了 这个A逆和A是不是就小掉了 变成E了 E跟B乘 E跟C乘 不就是B等于C吗 所以E是可以的 而如果AB等于AC 那么B就等于C 第二个 AB等于CB 能不能得到A等于C呢 大家看第二文我去取一个比较特别的 你要说明它成立要证明 你要说明它不成立是不是 举个反例就可以了 我们来举个反例 因为你这个BC没有什么其他的限制 随意的是不是 就讲了一个A可逆 AB等于CB我就取 B是邻居的 A称EB是邻居的 那因为B是邻居的吗 A称EB是邻居的 C称EB是不是也是邻居的 但是我就问你 C 它和A就相等吗 不一定的 我取B是邻居的 AB就等于CB了吧 但是A和C等不等不一定 A是可逆的 C我就取邻居的行不行 是不是也满足这个式子 是不是 所以 二对不对 不对 不对 AB等于CB A可逆 不管 但如果B可逆 那我得到A等于C 对吧 如果B可逆的话 又称B力是不是可以的 第三个 如果A称EB是邻居的 那么B就是邻居的 对不对 A称B是邻居的 B就邻居的 对不对 前面我们说 AB等于邻居的 A不是邻居的 B也可以不是邻居的 但是我们现在加了个 什么条件 A是可逆的 A的逆是存在的 那么A的逆存在的话 我左称A逆 左称A逆 是不是还是邻居的 A称A 那不就消掉了吗 A称A消掉变成E 是不是 B是邻居的 所以3对不对 对的 对的 如果AB是邻居的 A可逆的话 我们能够得到 B是邻居的 那再来看看 4行不行呢 如果BC是邻居的 B是邻居的 我想这个呢 因为B和C没有什么限制 假如说C可逆 BC等于邻 那么B一定是邻居的 是不是 我又称CD就行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 B C是任意的 只说了A可逆 是不是 这种例子 我们前面已经有了 所以黄色的两个是对的 白色的两个不对 再来看看历史 假如说这个A 是3-10 2-20 004 轻力去解键一个方程 AX 等于A加2X 这叫什么东西呢 这叫矩阵方程 X是个矩阵 AX等于A加2X 像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去解 给你分析一下 以后你如果看到 这种矩阵方程 AX等于B 如果A等于是存在 那么X就是谁呢 如果A等于存在 这个X就是A等于B 知道吧 X就是A等于B 那么你现在 AX等于A加2X 你是不是要把这两个X 这个举着拿到一起来 是不是 拿到一起来 好 现在我们这样看 AX等于A加2X 你把这个2X移到左边来 就是AX-2X等于A 然后矩阵约上不就左乘右乘左提 右提吗 右提给X 就是A-2E乘以A点A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A-2E 是个什么矩阵 A-2E是什么 就是A净去一个 2E 2E是不是对角线 都是负2 其他地方都是 对角线是2 其他地方是0 是不是 3-2 1-2-2 4-2 2 这个地方不动它 这不动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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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么同学们看一看 这个决定可逆不可逆 这个行列是 你看看 按照第三行列 是不是2乘上这个2解 这个2解是 -4加2 这是负2 这个行列是不等于0的 那么A-2E这个矩阵 是不是可逆的 那么X就是谁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思路 左称A-2E的逆 X是不是A-2E的逆乘A 那你下面是不是 把A-2E这个矩阵的逆求出来 再乘A就可以了 是不是 X就是A-2E的逆 这就是A-2E A-2E的逆再乘A 是不是 这个你自己把它算一下好了 我不跟你算了 这个用伴随求你 它的行列是几呢 它的行列是2乘上一个-4加4 是不是 所以行列是是不是-4啊 它的逆等于行列四分之伴随 去把它的伴随求一下 这个呢我就不再去求了 你自己求一下 伴随啊 注意求伴随的时候要两个地方要注意啊 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忘了-1E的挨加介绍法 就是带随子式 还有就是不要忘了位置啊 A的行列式当中 DI行元素的带随子式 在半字眼里面拍的DI 是不是 在你程一程 就可以了 这个我就不去给你算了啊 我算出来是这么个东西 这是解举正方程 举正方程 Ka的转质 Ka的力是Kf的A力啊 这公式不要搞错了 Ab的转质是一个公式叫倒序 Ab的力是一个公式叫倒序 A加B的转质有公式是A加B的转质 A加B的力没有公式 它不等于A力加B力是不是 然后 它们两个之间 它有一个交换次息的 转质的力和力的转质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就是关于这个转质和力啊 它们的运算上面 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那比如说同学们还可以回去算下谁呢 你还可以回去算下 伴随的伴随是谁啊 Ka的伴随是谁啊 Ab的伴随是谁啊 A加B的伴随有没有什么公式啊等等 转质的伴随 伴随的转质是谁啊 你的伴随 伴随的你 当然你回去写一下啊 你回去自己 你回去写一下什么东西呢 你回去写一下伴随好不好啊 伴随再伴随 Ka的伴随 Ab的伴随 A加B的伴随 是不是啊 然后下面有一些运算啊 你和伴随 转质和伴随 伴随和伴随 啊就是 转质和你啊 这几个运算放在一起 做个对比啊 公式比较多啊 容易啊 容易犯错误啊 尽量这个限运态数里面啊 上这个公式还是蛮多的啊 有的时候呢啊 我们要最好要在推导的基础之上啊 去把它记住啊